快趁热喝点汤吧 来 动个 怎么了 怎么还哭上了 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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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说你了 不说你了 来 来 擦擦 擦擦 怎么了 干吗说说 他欺负你了 别哭了 我们分手了 这不就是你想要的结果吧 为什么 他要和他的前妻复婚 没想到吧 在你眼中 高不可攀的公主 在别人眼里 连个糟糠的前妻都不如我 是谁 哎呀 还要不如我 你也咱们 反对我们俩的妈 现在好了 现在终于的跟我分手了 全部都是你想要的结果 我在想啊 妈 要是那个时候 你不反对我俩的话 是不是我俩现在都已经结婚了 可能孩子都有了 那是不是如果我们有了孩子 就不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好了 别再说了 咋不说了 分了也好 长痛不如短痛 我就不相信我蓝蓝 找不着一个比他还好的男人 不找了 我谁都不找了 胡说 别一招被蛇咬十年怕警生 我胡思乱想 对了 那我问你 那你这个房产和你公司里的股份 是怎么处理的呀 他卷给我了 他卷给我了 净身出户了 对 净身出户 这可是我没有想到的 我原以为他追你是为了咱们家的钱财 没想到的事情还多呢 我这两天一直在想 你说到底是什么原因 让他能下这么大的决心啊 我到底是败给了他儿子 还是败给了他的前妻 还是败给我自己 我真的不知道我怀疑下我怀疼的 我真的不知道我怀疑下我怀疼的 我怀疼的 不哭了 想过另外咱就不想了 你看看你现在这面黄棘手的 像得了场大病似的 回头收拾收拾东西 搬回去住 妈好好的给你调养调养 妈 不哭了 妈 我哪儿都不去 我就在这儿待着 我把他万一引回来 找不着我该怎么办 你真是个傻丫头 好了 听妈的话不哭了 你不是就喜欢妈给你做的汤了吗 来 快来 听话 趁热喝 来 给妈的喝点汤 趁热喝点汤 快看 单单 你看这学校的操场有多大呀 等我一下啊 爸爸看 看你在哪个办啊 那我们在这儿等一下爸爸 这两个也是一年级的小朋友吧 是啊 怎么了 有没有问啊 小哥哥叫什么 你叫什么呀 我叫杨鹏佳玲 杨鹏佳玲啊 四个字的名字呀 那你呢 我叫刘萱 刘萱 刘萱叫什么大了呀 你好 你好 一年级三班 简单 简单 找到了 他是103教会这样折走老师 好 谢谢您 小朋友 在这儿聊多一点 走喽 走喽 我们看看教室啊 他分在哪个班啊 一年级三班 我们看看教室咯 从今天开始呢 你就是小学生了 他叫好多的新朋友 高不高兴啊 高兴 等等 等等 听爸爸话啊 好 好 简单的 简单的 简单 你分合一个 好的 好 来 来 来 好 来 来 好 来 来 这下你可要听听奖子 对不对 没机会太想拆了 麻烦您让一下 一字 对不起 是这么巧 来 等等 有吗 灯泰 你的新课桌 我听说你这两年干得不错 还行吧 感谢你了 我们就关在这里 你说这没想到咱们这 咱们这孩子都成功学了 李公子 小朋友 你叫什么呀 我叫简单 好名字 你看啊 那是叔叔的女儿 叫颜语童 要不要过去打个招呼 走吧 你好 彤彤 你好 我叫简单 我叫颜语童 人家不是黎语童 对不起 我要擦擦戳子太脏了 你今年几岁了 我今年七岁 你呢 我今年七岁 你以后就是小好东西 别了啊 咱们以后是好同学 真是倒霉啊 又遇到颜语童那个人渣 听说她出狱以后混得特别惨 炒股欠了一屁股债 算了 别说她了 我订了餐厅 我们给丹丹庆祝庆祝 好不好 庆祝丹丹成为光荣的小学生 我单位还有点事 要不然咱们改天 妈妈 你想吃 你的猫都订好了 咱们去吧 什么事啊 比丹丹的菜还重要啊 嗯 嗯 妈妈 那咱们要不然把外婆也请回去吧 外婆今天有事 外婆今天不行 要不然 咱们哪天等外婆一起 好不好 嗯 妈妈妈 我有精神吃 要不咱们仨吃吧 嗯 行吗 咱们三个也挺好的 行 走吧 那你想吃什么呢 我想吃 走 你好 咱们咱们餐一餐 咱们餐一餐 好 谢谢 好吃吗 嗯 好吃 小心刺了啊 对了 妈最近还跳广场舞吗 跳 每天都跳 外婆那广场舞 跳舞特别好 你是我的小样小苹果 这么爱你都不嫌多 不嫌多 单单现在也是广场舞小了 对不对 你是我的小鸭小鸣 时光 你好 你怎么没在这儿啊 来吃饭啊 我来 吃醋 今天 是单单第一天开学 简方提一说 一家人一起出来吃个饭 让孩子高兴一下 你呢 你怎么那么巧啊 居然也在这儿 我也不知道怎么 稀里糊涂的 就跟着你们来着 但是既然来了 我有句话要跟你说 我爱你 我也爱你 这是空空场合 走了 你高兴吗 是 老妈 老爸你点灯口馋蛋糕 你怎么那么久啊 没事吧 没事 这抹茶蛋糕做得好漂亮啊 单单一会儿 跟妈妈一块儿吃一点 好不好 你们怎么都不说话呀 要不我给你们两个讲个故事吧 要不我给你们两个讲个故事吧 好啊 再来一点吧 吴阿姨呢 这回要有一个怎样的角色呢 这个啊 你得问你的姑姑啊 因为你的姑姑是这个电影的编剧 姑姑 你给我剧透一下吗 我们平时现在都知道剧透了 好 姑姑就跟你剧透一下 这次我们婷婷演的啊 可是一个小姑主 那还需要哭吗 当然不需要了 我们这次的个性特别好 阳光活泼又漂亮 那我是不是有很多漂亮的衣服穿 那当然了 而且比你上一部电影的漂亮衣服多多了 最关键啊 这次我们婷婷还要弹的一首好钢琴 真的吗 那我要自己弹 我不要替身 那必须是婷婷自己弹 对吧 我们婷婷那你嫌韷都不好了 那更要自己弹了 来 这个是我们店的招牌菜 酥闷带鱼 小姑啊 一定好好尝尝这个菜 很多店啊现在都不做了 真的吗 那我可得尝尝 关键他们也做不出来这种味道 对 婷婷 你们看起来 别吃了 赶紧弹琴去吧 还有半个小时呢 哥 你让他把这碗吃完 他下午要钢琴考试啊 老师布置的曲目他还没练手呢 这 书饱了 书饱里 慢点书 好 我去吧 林艳 赶紧带他走 去吧 走吧 别吹响了 我吃了 别吹响了 去我趟办公室吧 我有话要跟你说 不好意思啊 先生 他肯定有特别着急的事 我先慢慢吃 好 我去吧 我想吃别的自己点 好好好 我马上回来 好嘞 好嘞 你说你当人的面里什么态度啊 你说话能不能注意一点 我的话是不是不好使啊 你把那姓黄都招了干什么呀 你小点声 姓黄的在哪儿呢 那是文学策划顾晓鸥你看清 他是不是姓黄公司的人 是姓黄的人 你的意思 我是不是不能跟他们公司任何人接触啊 是 我就不舒服 你怎么总是不舒服 公司从不谈私事 姓黄 我提醒你啊 你这是在玩活 你知道吗 哥 我玩什么活啊 你别跟姓黄的手上关系 好吧 你不知道他在下什么钩子 你能不能跟我小点声 你嚷嚷什么呀 怕别人听不见是吧 你左一个钩子 右一个钩 钩子在哪儿啊 我说姓黄啊 你是缺钱还是咋的 放得好好的日子不过 你非得心血来找写什么剧本 你拍什么电视剧啊你 我干什么你也要管是吧 我写剧本你也不同意 我一个人在家 我能干什么呀 我干点自己喜欢的事怎么不行了 就爱你演了 你能不能不要这么自私啊 我 可以吧 我再给她 午时下 您找您姐吧 在里面呢 直走右拐就是 好 谢谢啊 你当时想让我干什么 你别怪我已经给重了 我现在啊 每一次看到你 我觉得越看定你 越像这姓黄的 我就不相信这姓黄的 看不出你点破绽来啊 沈夏 毕竟她们是金身无论啊 这点血脉相连的这个感应没有 她不是她对婷婷那么上心干什么呀 今天电影上明天就送帖 我现在是一想着这姓黄的 我脑袋疯一下就打 你别跟我说这些了 你现在跟我说这些 我脑袋也疼了 每次你都跟我说这些 除了这些没有别的 哥 你下次能不能跟我说点新鲜的 我先你担心吗 行了 行了 我要去洗手间 你干嘛去 你干嘛去 好 好 到喽 再见喽 再见 再见 什么事 忘了呀 再见 拜拜 谢谢你请我们吃饭 除了谢谢 没别的话了 外婆 回来了 第一天上学 一年级的小动包 表现怎么样 还紧吧 分几番了 我被分到一年级三百 来到第一排 第一排 第一排好 第一排能专心听讲 第一排还不受其他小朋友干扰 还防止你做小动作 姥姥喜欢第一排 你妈呢 我妈和我老爸在楼下说话呢 哦 那正好 你叫他们上来吃饭 外婆正在准备饭呢 外婆 我们都吃过了 吃过了 我和老妈还有老爸 吃的日本菜 可是 怎么了 可是他们都不说话 就我自己才说话 要不要去云朵咖啡坐坐 我还得打几个电话 安排一下明天的采访 那下次再找机会 约你和丹丹一块吃饭 再说吧 晓晓 注意身体 别太累了啊 你也是 我 这会儿 我都不是说 我都不吃饭了 你也不吃饭的 你也不吃饭了吗 你别吃饭了吗 你吃饭了吗 我吃饭了吗 你吃饭了吗 怎么办呢 怎么怎么办 你说什么怎么办 不是 你先说的怎么办 你先说你问题比我严重 我跟你吃断了 我想往往都吃 你都长续短胎一天了 你现在把整个情绪弄得很大 我来帮你整聊一下 你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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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还没说呢 你就开始激动了 肯定是你比较严重 你看我没事啊 说吧 他儿子不希望我们跟他在一起 希望 他跟他的前夫夫婚 这 这很正常啊 孩子嘛 他当然找他爸 但决定权在你们两个手上 可是重点是你不知道 他有多爱他儿子 他儿子对他有多重要 这样说如果他的儿子反对的话 我跟他 是不可能在一起的 你明白吗 什么意思 你白痴啊 就说 如果他儿子反对的话 我跟他是不可能结婚的 所以你真的是想直奔结婚去呢 舍弃钻石王老五的身份 然后直冲爱情的坟墓 所以你真的是想直奔结婚去呢 你真的是想直奔结婚去呢 然后直冲爱情的坟墓 情道深处 人孤独嘛 这 悲壮 悲壮 行了 行了 别说我了 说你吧 你在这儿长嘘短嘆什么的 带着一脸诡异的笑 我跟你有点像 但你最近迷上了一个女人 我最近迷上一个小女孩 不是吧 我也没听你说过 什么 你父爱泛兰啊 你才父爱泛兰呀 那你刚才说你迷上小女 不是啦 这个小女孩她叫婷婷啊 小女孩是春妮的侄女 谁 春妮的侄女 黄少国 你没完了是吧 你三句话离不开蔡春妮 现在好不容易不说蔡春妮了 你又出了个春妮的侄女 她跟你有什么关系啊 不是啊 你都不知道 这个小女孩简直又聪明 她又可爱 跟你有什么关系 不是 她在我们组里人见人爱 说重点 好 大家都说她特别像我 真是 你干吗 你是不是发烧了 头晕不晕呢 你要不舒服 我真的 我带你去看一下医生 我给你看她的照片 是幻觉 你怎么老是 你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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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看 我不看 黄少武 你现在病得很严重 你知道吗 我送你两个字 变态 四个字 脑猪脑脑袋 你才说你也是够可怜的 真是 但是你这么个男人 我告诉你 我要才说你 我想到有你这么个男人 在缠着我 睡觉都睡不着 我跟你讲 我要不是这次海选上婷婷 来演我的戏 我跟她已经是两个世界的人了 所以你现在找到一根杆 你又可以爬到世界的顶端了是吗 给你个杠杆 你应该撬起地球是吗 撬你个头 我没想撬什么 我比谁都在意春天的幸福 我没想破坏他们的家庭 我比谁都在意春天的幸福 我没那么自私 对啊 黄少武 游戏结束了 影片现在已经下档了 所以我希望你不要再纠结彼此 不要再纠结蔡春天了 兄弟提醒你 你这样会害了你自己的 知道吗 不是 你怎么不能够理解呢 我当然不能够理解 我喜欢婷婷跟春天就没有关系嘛 但是你说你喜欢蔡春天的侄女 她只与两个人关系 她们两个人关系 有什么关系 本来就是没关系 但你要得罪隐嘛 你理解我 不是 你听我说 这个事情得 杨总 那个 你们先忙 对了 咱们刚才说了 那个周末有个电影的手印里 咱们都穿帅一点一起去 油饼还是要吃 黄总 婷婷怎么样 黄尚公 你刚才说我什么 悲壮是吧 我告诉你 你这才叫悲哀 怎么样 她听到有新角色给她演 她是不是特别激动 但 您怎么怪怪的呢 我还有一份 批批批批批批 我要去 改一线 我先出去了 好 咱们两个大大看看啊 看见啊 快看看 我们小司康 参生了校服 有多精神 这大帅儿啊 快吧 来 背上书包 让爸爸给 大小伙子了 自己背 快来 老康 后天你得抽时间啊 司康第一天入学 当爸的必须要出席 后天呀 我们全家都去参加 司康的开学仪式 好不好 好 好 爸爸 以后呀 我要给你买一个大房子 是吗 比爸这个大 太有出息了 爸等着你 真孝顺 后天我能不去吗 我跟他们校长是老交情 之前我还给他们赞助过 现在怎么什么都要赞助啊 妈 这个是排名第一的国际学校 入屋学名额特别紧张 不是有钱就进得去的 那他这个国际学校 是不是只说英文不说中文呢 妈 这点您放心 中文英文都学双语学校 那还差不多 我们下次看好好的学啊 这电视剧都开始了呀 妈 我给您泡杯茶吧 行行行 妈给你拿个算 大小老爸 站起来让爸看看 只要他离开这儿 你就跟踪他 找不到他的照片 我等着你给我买大房子啊 黄总 怎么还没下班呢 今天跟男朋友没有约会啊 我 什么事 我有件事情 不知道该不该跟你说 那就说 我 好烦哪 怎么说呀 好烦哪 怎么说呀 就说啊 什么怎么说 是不是跟男朋友闹矛盾了 不是我的事 是关于你的 那我的事就说啊 是 我今天在外面 我无意当中听到一件 我听到一件爆炸性的新闻 我特别想告诉你 可是我 我不知道该不该跟你说 好好好 好 我要是 如果你想说呢 你就先再说 不想说 你就先下班 这合同我今天晚上得赶出来 婷婷 她是你的女儿 你说什么 婷婷 她是你的女儿 一看我就说嘛 这婷婷怎么会跟你长得这么像 而且你们两个人 在一块儿也没相处多长时间呀 感情就这么深了 我 你怎么知道的呢 你怎么知道的呢 我今天在菜鸡饭店 无意当中 听到蔡小姐和婷婷爸爸的对话 是婷婷爸爸亲口说的 现在这电视剧的节奏啊 怎么这么快呀 怎么这个女的又出来了 妈 电视剧你就看个乐子 你还当真呀 那当然了 如果你每天啊能早点回来 陪我看看电视剧 聊聊天 那才是真乐子呢 我也想早回来 以后啊 凡事不清理行为就成了 好 我去接个电话啊 你是不是听事安排的 那 陈寻她不 不知道知道我的身份 都好 没关系 都准备好 没有 我去接个电话 刚才说不许其为呢 收回邮件 去吧 去吧 走点睡觉 我明白 晚安 蔡春丽 我问你一件事 你老是回答我 婷婷是谁的孩子 你在说什么呢 我在问你 你老是回答我 婷婷是谁的孩子 婷婷当然是我哥的孩子 这还用问吗 当然不是 婷婷是我的孩子 黄少谷 你胡说八道什么呢 婷婷 婷婷 我想听你亲口告诉我 到底是怎么回事 婷婷本来就是我哥的孩子 跟你有什么关系啊 我告诉你 如果你在跟我的面外面 以后我连朋友都没得过 我刚刚仔细看过了 婷婷出生的日期 冬门分开的日子是可以对上的 够了 别说了 我不想听你说了 你知道吗 从我第一次看到婷婷 我就觉得她有一种莫名的吸引力 不知道为什么 我总想亲近她 我总想了解她 剧组所有的人都告诉我 她跟我长得很像 可是我都没有在意 但原来她真的是我的孩子 当初我们分开以后 他们说 你到小夏待了一年 其实你不会别的 你是自己一个人偷偷 去把孩子生下来 对吗 你到底还想 骗我到什么时候 春宁 你说话 春宁 我告诉你 婷婷就是我哥的孩子 跟你没有关系 你听到了吗 我应该什么 会发生 我以为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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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明白 另外 考虑到这次任务有一定的危险 妈 老康呢 他说他收邮件去了 那他不就知道我的身份吗 没关系 您好 菜机饭店 嫂子 是的 是我 是陈妮啊 我爸在吗 在 你等一下啊 陈妮啊 找我有事吗 爸 今天店里面都还好吧 今天生意特别好 接了一单同学聚会 开了四桌 到现在一直忙着呢 那 婷婷呢 婷婷在干什么 婷婷去英语补习班还没回来啊 找婷婷啊 没事 是我哥陪她去的吗 对啊 差不多啊 该回来了 那店里真没有其他的事是吧 没用啊 怎么了 我没事 没出什么事吧 没事 真的没事 我去试问问 快挂了吧 挂了 你可能嫌疑 跟你在做什么事 这是男人的家人 人家的家人 所以行 可能知道 我是帮助薪联络 那是男人的家人 我怕有话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快乐影视的这个黄总 刚坐好莱坞回来 春风 对对对 春风影视 春风影视 抱歉啊 你说我这记性 你好 你好 我去给大家弄点吃 大家太好了 康总 您随着点电话 我们随叫随到 好好好 来 好 来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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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送他去 来 来